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的一开始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 也绝对不会放弃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举办的城市行动厨房 教导参加学员制作两道简单一学又下饭的家常菜 只要将材料事先准备好 再油间焖煮一下 加上调好的酱汁就能够轻松上菜 您知道在高雄的骑津区 居住了一群来自浙江台州大城岛的居民吗 60年前他们撤退来到台湾 在骑津区实践里居住生活 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文化及饮食风格 市府民政局和骑津区公所 就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不仅成立故事馆 也将透过彩绘像的方式 述说他们的历史与生活 甚至还有大城美食节的活动 大城一包 炒年糕 姜茶面 还有糖心糕 你知道吗 这些不同于一般可以吃得到的食物 可都是撤退到台湾大城人的传统美食 在高雄市的骑津区实践里 居住着一群来自浙江台州大城岛的人民 经历了60年的光阴 这些先民们制成一格的文化 以及饮食风格 就变成了这里的活力史及地方特色 那我想日久他乡变故乡 我们高雄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大城岛的很多美食 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不断的去发芽 让大家多多来了解我们大城岛 多多了解这个城市 是很多人不同的努力才有今天 为了让这些重要的大城文化和文物 可以保存下来 市府民政局和齐津区公所就在 齐津山坂文化保存基地设立了大城文物馆 让民众可以探知过去大城的生活面貌 像是非常珍贵的三寸金莲 散鱼干和姜的竹篓 还有由石建里里民所提供的服饰等等 都是大城文化很重要的历史文物 大城岛相关的文化美食历史 所有这个过程今天能够有这么丰富丰盛 能够对于我们大城的市民朋友 能够有这么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互相来理解 市政府规划很久 这条街当初就是那个七济光将军 他帮大城岛命名的那位将军济光 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啊 透过戏剧的表演 让民众了解大城文化的历史缘由 为了让民众可以更了解大城文化 民政局也规划了大城游戏的一系列活动 除了可以看到来到台湾一甲子的大城人 是如何在迄今生活的历史和大城的特殊美食 也将透过大城彩绘像用彩绘说故事的方式 来了解他们的生活 甚至还将在9月24号举办大城美食节的活动 提供多道的大城美食 让民众可以亲自品尝特有小吃 欢迎对大城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前来参加 再来关心到由高雄市发起的首届全球港湾城市论坛 明天周二就要登场了 虽然有24国44个城市参加 但大陆5个受邀的城市确定缺席 市长陈菊表示非常可惜 他说两岸城市相互交流 对未来发展绝对有正面帮助 以后有机会也绝对不会放弃 筹备多时的2016全球港湾城市论坛 日前才举办起跑记者会 大张旗鼓的宣布有25个国家 47个城市会来参加 但是也有城市临时取消来访 像是韩国的釜山 不过大家最关注的 还是大陆的港湾城市来不来 如今确定缺席 让城局直说好可惜 高雄是一直是一个友善的城市 我们认为两岸之间的城市 如果有一些互相交流互动的机会 那我会觉得这个对两岸未来的发展 绝对是非常正面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积极 在这个部分邀请中国大陆 一样跟我一样 都是一个海岸城市的几个城市 不过很可惜 我们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那当然觉得非常可惜 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 两岸关系降到冰点 虽然城局多年前 曾经两次访问大陆 打下良好基础 但这次时机不对 向大陆天津 深圳 福建 厦门和上海五个城市 寄出的邀请函都石成大海 我们认为两岸之间 需要经过不断的沟通 需要更多的交流 我想两岸之间 40多年来一个敌对的状况 好不容易现在能够进入 互动交流 那我认为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有些是需要时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互相抛出友谊友善 我是认为这是非常的重要 由于日前 台北和上海的双城论坛 因为柯文哲市长释出善意 才促成双城论坛的举行 这次群球港湾城市论坛 大陆城市都冷处理 城局只能够自我安慰 不放弃下一次的机会 台北跟高雄是不一样 那我会觉得 我没有什么委屈 我总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我们这一次 邀请中国大陆的城市 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我还是觉得非常可惜 不过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永不放弃 2016全球港湾城市论坛 首次由高雄市发起 9月6号到8号 三天在高雄展览馆举行 共有24个国家 44个城市参加 给足城局面子 也期盼通过论坛 需求其他港湾城市 在经贸观光等方面的合作契机 港督新闻 林嘉明 赖昌邦采访报道 现代人生活忙碌 你有多久没有自己下厨做饭了呢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举办的 城市行动厨房 就教导参加学员 制作两道简单易学 又下饭的家常菜 只要将材料事先准备好 在油间焖煮一下 加上调好的酱汁 就能轻松上菜开饭 厨房教室里 学员跟着老师拿起菜刀 把胡萝卜和豆腐 切成条状和块状 等着要做两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 先将切好的蔬菜汆烫 放凉后再用猪肉片把蔬菜卷起来 准备下油锅接到半熟 油锅里滋滋作响 小朋友闻到香味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但别忘了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要把酱料放下去 这道酱烧石酥猪肉卷真是色香味俱全 酱烧石酥猪肉好吃 我自己煎的 他卷的 大家卷的 经过老师今天这样简单的讲解以后 回去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了 可以可以而且非常简单 食材也不错是真的 平常很少 今天来这边学习 酱烧猪肉 我们猪肉卷主要是里面是包食蔬 就是现在有的蔬菜 然后其实那个是家里如果有什么菜 你就把它包进去就好了 只要是合你胃口就好了 然后其实它也很简单 在家里的话就是简单的那个煎一下 然后调一些酱料 把它稍微酱烧一下 这样出来虽然叫酱烧 其实它一点口味一点都不重 其实它也是下饭 就是像这样子 对切 另外一道丝瓜烧豆腐也很简单 把丝瓜切成三角块状后 再把豆腐煎的焦黄定型 就可以放入丝瓜和酱料 门煮一下就大功告成了 丝瓜烧豆腐成功 平常我们都有在做菜 这两道菜没有做过 那今天学习了很多 回家就要先试试看 试做这两道菜 借前青年港督举办这个 城市厨房这个活动 让我们了解到 怎么做这些清明 简单无负担的料理 你只要花少少的钱 然后我们提供它很多的 这种就是食安的知识 然后就是说 像厨于料理这一类的话 是如何用那个好的材料 简单的方式 然后做出 做出那个家人的放心的料理 我觉得像你们这种方式 跟我们很类似 两道简单的家常菜 只要事先把材料准备好 起锅油煎 一下子就可以上菜开饭 在忙碌的社会中 你有多久没有自己煮饭煮菜了呢 青年港督和台湾主妇联盟 合办城市行动厨房 希望您自己动手 做健康营养的美食 远离食安威胁 去年港督爱高雄 城市行动厨房 港督新闻潘志光 来长邦采访报道 三明区石泉市场 征收地拆迁 在市府展现公权力下 顺利展开 由于附近地势低 经常容易积水 市府打算设置置红池 彻底解决淹水问题 前两天高雄市发生强降雨 雨是惊人 当地居民忧心忡忡 希望市府赶紧解决 用地问题 不要再让保珠沟 成为淹水的代名词 上周五晚间 高雄市降下暴雨 造成市区多处淹水 其中三明区石雨量 冲到88毫米 让保珠沟一带居民 胆战心惊 生怕多年前淹水噩梦 再度上演 在建公路707项 在过去有多次淹水的情形 因此前两天的这场 强降雨 对于居民来说 也是一场梦魇 之前这边好像有一次711 还一次919 都淹到差不多半额膏 那时候对家里损失也很多 东西都丢了 一阵 那几年特变也做出宅 想起来很多 过我这趟 外面大楼 多人 买惊 都够幸福的水 还好这场大雨保珠公一带 没有酿成严重水患 不过当地里长忧心忡忡 强调解决水患的根本之道 就是要赶紧解决 实权市场的征收问题 设置置置洪池 一劳永逸 做一个自宏池 它可以解决我们这边 长期以来的这些水患的问题 好像你看那个大前天 一场那个豪大雨之后 我们周遭整个三明东西区 整个全部都淹水 而且甚至我的里区 我公园的旁边马路上 就下线了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窟窿 省理长说 是全市场用地征收 一拖几十年 导致三明区保珠沟 周围居民水淹到怕 甚至还闹出人命 期待市府尽速完成拆迁 让三明区远离水患噩梦 早期的话 每一次如果说有台风的话 每一次我们的里区里面 都溺淹很严重 因为我们周遭的话 你有看到有很多大楼 这附近的话的大楼 全部都做水闸门 因为以前的话 都淹到一米多 然后也曾经发生过命案 因为曾经有水患 那住户不知道 坐电梯到地下室 要去把车辆移走 电梯门一打开 整个灭顶掉了 一场强降雨 扯出多年来都市计划 延档的乘客 所幸这次三明区 比起其他各区 淹水情况并不算最严重 但里长说 如果工程继续延档下去 下次难保三明区 会这么幸运 躲过淹水危机 港都新闻张世民 王思武采访报道 虽然已经开学一个星期了 不顾暑假晚了两个月 再加上宝可梦热潮 似乎让许多小朋友 有上课不集中或是忧郁 等情形出现 也就是俗称的开学症候群 医生指出 只要家长制定生活规范 并多关心孩子在学校的状况 症状就能慢慢解除 暑假长长两个月 回到学校又得适应新环境 小学生受得了吗 暑假期间除了上安清班玩电脑 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玩起宝可梦 抓宝滑手机的大有人在 学校更是定下带手机不能玩宝可梦的规范 另外对于新生也提早辅导 做收心 除了学校的收心课程 如果孩子开学后 还是出现不想上学或心不在焉的话 爸爸妈妈可就要注意了 因为有可能得了开学症候群 如果孩子在开学之后 比如说在学校里面 出现了常迟到上课不专心 会打瞌睡 那在情绪的部分 可能会在学校常常跟同学 有一个人际冲突 常生气 或者是家长有注意到 孩子出现一些忧郁的情绪 那还有就是这个手机使用 如果说他花入的时间越来越多 多到说原本的一些生活的常规 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建立 这些都是一些开学症候群 有可能带来的一些警讯 这种专家说的状况 都是孩子在面对压力会出现的反应 只不过也别太担心 听从专家指示 多关心了解孩子状况 或是制定生活规范 都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一些今天该完成的一些事项 列出重要的一些优先顺序 那另外的话 也建议孩子可以培养一些多元的兴趣 除了使用手机 其他一些像球类 艺术甚至是音乐 这些绘画等等的 都可以尽量多元的去发展 去避免说把这个焦点都 完全放在这个手机的游戏使用上 医师也表示 小朋友的开学症候群 大约会在两到三个星期消失 要是超过的话 也请尽快到医院咨询 只不过孩子收心 大人也得收起手机 配合落实 港督新闻 李嘉隆 罗绍军采访报道 文旦是中秋节 馈赠亲友的畅销礼品 林亚区魏武里办公室 最近文旦礼盒堆积成山 一问之下 原来里长先生在麻豆种植文旦 正值采收期找不到工人 结果里长动员聚工帮忙采收 并将所有文旦运回高雄包装 由于文旦的博物盛名 还曾得过特优奖 因此早被预定一空 真的没有看错 林亚区魏武里里长办公处前 宛如文旦的集散地 成百上千河的文旦礼盒 摆满了办公处的里里外外 一问之下才知道 里长婆家在台南麻豆文旦农里 小有名气 我公共时代就开始种了 都已经是二三十年的 历史时间都早长了 所以都被抢过一空了 上百颗文旦老藏大丰收 但苦无工人可以帮忙采收 秋里长脑筋一动 发动里内志工帮忙 问题迎刃而解 因为志工他们很少 有人说亲身体验去摘柚子 还有一片这么大的果园的柚子 他们也很新鲜 所以我们就送他们到我们那边去 帮忙摘柚子包装 这样子 乐趣无限多 对 相当好玩的 而且又可以闻到整个满盐的又香的味道 真的是没有话说 那我们就一面摘 刚开始说真的有点害怕 会把该不该摘都摘下来 但是郭董看了我们大概几分钟 就说你们这样可以了 然后他就教我们去摘 那还好蛮贴心的 我们里长还会带那个什么 黄文艺 李明初体验 采收文旦感觉很有趣 而里长先生也说 今年文旦格外香甜好吃 但要如何挑选 可是有秘诀的 文旦好吃的那种条件 就是软米多汁 还有就是它要酸酸甘酷丁 都有具备 而且甜度在12至13度以上 那这样的话是最好的文旦 邱里长先生种的文旦 在麻豆早已名气响亮 并且获得头等奖 品质化保证 因此眼前看到数百合的文旦 已经被预定一空 而下回民众想吃到邱里长种的文旦 配上一杯好茶 享受过中秋的乐趣 手脚可要快 中秋节吃药子赞 港渡新闻张世民王思武采访报道 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 首位学者出身的执行长 黄毅佑 6月份正式走马上任 短短的几个月内 他以务实的态度 协调整合各部会的功能 成功解决多项以南杂政 南服中心未来还有哪些工作重点 请锁定今晚9点首播的高雄亮起来 曾经在中山大学担任总务长的黄毅佑 在新政府上任后 沿染担任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 上任首建工作就是将18个部会的人力 做任务调整 希望更能够发挥团体力量 我把它分成四组 任务编组把相关的 像国发教育 新闻 文化 客家级原民 这个比较有相关的单位 合起来变一个组 而且规定他们组里头的各部会 要互相支援 甚至组跟组也可以跨部合作 这样力量才会大 我的组织才会强 战斗力才会高 另外欲语弊断的南横公路 由于横跨农委会和水利署管辖的溪流 在黄毅佑执行长召开协调整合会议后 找到溪流整治和保护桥墩的最佳方案 预期工程完工后 中断八年之久的南横公路 渴望在明年迅期且通车 互相帮忙 经济部水利署帮交通部 亲老龙溪的 以免他的桥墩被冲滑 交通部看到这样 他说那不然我今年还有点标一款 我再来帮忙做一下山上的南沙吧 那农委会因为今年比较没有钱 他说OK 他看到这样 他说那明年我再编两千万 来再做第二个南沙吧 所以三个部会的充分合作 而针对新南向政策 南副中心也发挥跨部会整合的功能 希望将拥有丰沛新著名人力的高雄 推向新南向政策的让头 协助高雄厂商顺利进入东南亚市场 跟我们外交部的相关单位来合作 看看能不能办两个重要的会议 第一个就是是不是针对高频繁的新著名 他们语言已经好了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申请国内的导游 或者是观光导游的证照 找一些真正有在东南亚投资经验的企业家 回来座谈 他们或许最知道那里的问题 最知道政府应该协助他们什么 虽然六月份才上任 南副中心执行长黄亦佑就能够亲力轻微 立即上手 以跨部会整合的方式将问题一一解决 并且也着眼新的政策方向 希望为南部地区创造更好的经济发展 更多更详细的访谈内容 请锁定9月5号晚上9点首播的高雄亮起来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 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 之后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几台电视就装几台机上盒 欢迎观众朋友申请安装维护您的收视权益 详情都可以上到青莲港都官网查询 那么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带您一起来关心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 英时多云震雨过雷雨 气温25到29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 多云气温26到30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 多云石英震雨或雷雨 气温26到30度 宜兰跨连台东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多云石英震雨或雷雨 气温26到30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提醒您最近天气不太稳定 出门在外记得攜带雨具 我是罗绍军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 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 2号 开 今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你一起看见高雄 每天早上我们都准备出发 不管这时也有什么 不管国家也有什么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二十几年以来 从高雄市民博物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永远的老朋友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顶头是台湾传统的文化 代表这种在地的精神 所以就知道安装辛苦 人也是要用心来传心 好后这部的人 可以感受到这片头 肯定传统子